当我们都在排队抢购新款iPhone12时 你是否还记得历史上的苹果 在哪个瞬间打动了你 对我来说呢 那个瞬间是在2013年 比很多人来的都更晚一些 那一年苹果iOS7设计进行重大的转型 从原来的拟物化风格 转型到扁平化 很多人认为呢 那是乔纳森在乔布斯去世之后的放飞自我 我记得当时更新iOS7时 既兴奋又有点小担心的我 当我打开iOS7的那一瞬间 那种色彩明艳 控制中心透明的毛玻璃特效 给我的第一感觉冲击力 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好像手中的iPhone 顺时间变成了一台新手机 就像你刚刚换了一个新女友 哦不对 你本来就没有女朋友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对苹果的扁平化设计 感到细为常了 但是要知道 当时的苹果设计风格转型 可以说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 比如苹果母公司的老板 对女物化的设计的执念压力 手维系统更新 给我们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 那我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车机上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女装和变形金刚梦 那未来的车机系统更新 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我再做梦一下 未来的车会不会变成擎天柱呢 我是小林尼 谈车说个急 曾经有这么一款车 让我们认识了OTA升级 那大家可以看图猜车是哪个品牌 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 体验到汽车系统OTA升级的乐趣了 如果下次你再发现 越来越多的男人下班回家 停车之后喜欢自己在车里坐一会儿 其实不一定是他在享受独处的乐趣 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中年危机 怕回家和老婆吵架 可能只是因为他在等OTA升级完事 其实OTA升级没那么玄乎 说白了就是无线连接 全称叫over the air 而OTA又分为两大类 SOTA软件空中升级 FOTA固件空中升级 那SOTA和FOTA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粗暴的来讲 FOTA比SOTA更牛叉 SOTA通俗的说呢 就是只对系统中的APP进行升级 就像你手机里的微信 Q音乐 百度地图升级等等 而FOTA升级呢 是更彻底 它是对整个底层软件进行升级 就像你的iOS和安卓系统版本的升级 在车上呢 就是对整个车机大屏操作系统 三电系统 底盘悬挂 辅助驾驶 车身控制等底层软件进行升级 在我之前 Danny Data讲过的未来就更夸张了 连空气悬挂的弹簧设置 都可以通过FOTA更新 那顺便说一句 未来是全球首家完全自主研发 实现大规模整车FOTA的汽车品牌 所以说从难度上看 FOTA的难度要远高于SOTA 所以真正的OTA 就要支持对整车的FOTA升级 有FOTA的OTA你才能服它 所以下次你在买车时可以问问销售 你这OTA到底是SOTA还是FOTA呢 听不懂的销售你也别抽它 那我在之前 5G能替代老四季开车的视频里提到 未来一定会成为 准驾驶家共享交通的时代 目前我们只是处于 共享交通和纵驾驶初级阶段 而且只是使用自己的手机 作为和共享交通的中断 还是有非常多痛点 车机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我看来 现在的车机系统仍然是很初级 类似手机的诺驾 往iPhone的过渡时期 未来可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高水平的MAS 规定通过手机去实现 车机可能会更直接 那这里我给小白科普一下 MAS指的是出行及服务 概念的核心 就是让你日常的出行 可以用一个平台的服务来满足 包括出行计划 入线规划 到预定购票和支付的所有事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抽到门 需要换各种各样的APP 或小程序 去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 比如订机票用鞋程 轿车用滴滴 共享单车用美团支付宝等等 各种服务入口分散 且服务标准不一样 尤其是对薅羊毛党来说 去哪个平台薅 本身就是件很困扰的事 距离实现高水平的MAS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你可能会说 我们也有手机APP 实现一战式出行服 比如高德 美团滴滴等等 但其实我想说的重点是 既然现在的手机 距离实现高水平的MAS 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那未来真的需要 用手机去实现MAS吗 那回归到我之前强调的重点 通过车机去实现MAS 更直接 人们未来在车里的时间 会大幅增长 就像80年代 乔布斯如此形容计算机 如果以生物移动一公里 谁消耗能量最少来排名呢 排名最靠前的是蜂鸟 而人类排名比较靠后 有了自行车之后呢 人类的排名大幅提升了 那计算机就是 人类思考自行车 那我再延伸一下 乔布斯的话 如果说PC是 人类思考自行车 那手机是 人类思考的摩托车 而车机呢 就是人类思考的汽车 所以啊 当你去买车时 你是想买一辆 未来这种 可以持续升级FOT的汽车呢 还是想买一辆 只能等贬值 没有任何进化能业汽车呢 那麦克尔伯特 在国家竞争优势里 提出了国家经营力的 四阶段论 一是生产要素导向的阶段 二是投资导向阶段 三是创新导向阶段 四是财富导向阶段 那在我看来呢 我国很多产业 正在从第二阶段的投资导向 转型到第三阶段的 科技创新导向 那一辆车的迭代创新 正是科技创新导向的前沿载体 正如数字时代 为什么大家都说创新重要 因为没有持续升级的产品 和企业终将淘汰 那未来呢 比的不是谁资源多 而是比拼的谁迭代快 最后又到了我们 电影彩蛋环节 以我喜欢的电影 变形金刚 作为视频结尾 我是小妮 谈创新说剧 如果你认为我讲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 Tax 来不打 再见